世间许多事 有些无奇不有 我们明白了 帮助我们断以身陷 帮助我们念佛求生见度 那像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 你们同学们都知道了 我们这一边的同修 有一个被灵鬼附身 那说出他们很苦 他们在卧道 而且都是小孩 被堕胎 杀害的 这个罪很重很重 父母都在 将来都在地狱 这个不能不知道 小孩到这里要求超度 很多小孩在吃奶的时候 还有还没出生的时候 被堕胎了 一天有多少 全世界 有记录的 是医院里都有登记的 还有没有通过医院 堕胎的 真的是不计其诉 这些小孩到世间来 你们把他糟蹋掉了 他的怨恨多深 他要报仇 他要报复 能够与佛有缘 是他的佛报 他要来找佛门弟子 来求超度 大概都能够离开我道 那么将来的时候遇到了 又到你家来了 那就是来抱怨的 来讨债的 深深适适 没完没了啊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能不知道啊 不能干这种事情啊 我们起心动念 一念我 就是意在造我 你造了没有造了 你口说出来 身做出来 那就更重了 口没说 身没造 但起来动静起念了 起念头了 其念头就已经造业了 所以人 二六十种 不可以有恶念 佛法里面代表的 就是实物 不能有杀身的念头 不能有偷盗的念头 不能有邪淫的念头 二不能忘语 不能良邪 不能悟口 不能欺语 不踏 不成 不止 佛法 佛法 我说了 我说了 社会标准了 叫十善业 能修十善业 其心动念是十善 言语是十善 行为是十善 来生生人天佛 与这个十善 相违背的 相反的 就是十善 十善 十善就是三土 地狱 我归出身 那你去了 非常恐怕 灵运 舍生命 也不能干这个事情 这个生命 能不能舍掉 不能 你真的舍了 过几天 投胎又来了 但是到哪一道 就不晓得了 业力在支配你 不是一死相争 到哪里到了 不可能 业力 人的一生 都是业力在做主啊 修佛之后 明白了 我其心动念 完全想好事 想善事 想利益众生的事 最好 想阿弥陀佛 最好 没有任何一个 好的念头 能超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第一的善念 阿弥陀佛 是第一的功德 我没有能力 断过修宣 我没有能力 其功累得 我有没有能力 念阿弥陀佛 我要能力 念阿弥陀佛 我这个功德 比人家不失 精刚精神讲的 大千世界 切保不失 也比不上 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念佛成佛 这些附体的英灵 今天都在我们到这 我们要好好劝导他 大家在一起念佛 求神西方建土 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 把所有一些怨恨 都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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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